来自于德克里克堡病毒实验室 看来这个事情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德克里克堡军事基地 在2018年之后就疏于管理 找了一家卫生垃圾处理的公司 而且这家公司呢 在处理医疗卫生垃圾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严格 结果就导致病毒外泄 包括人员也出现了问题 这个呢恰恰表明的话 就是新冠病毒 其实在2018年2019年 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2019年的时候 美国我们知道 国内出现了不明的流感 导致大量的人员 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 之前流感所死亡的人数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是美国陆军的病毒实验室 所以呢 美国在海外有很多的军事基地 这些军事基地呢 要通过美国陆军的 某些血液配送的机制 要送到其他国家 你看为什么在2019年 有很多美军基地 比如在英国的 在日本的 包括在荷兰的 甚至在瑞典的 还有在西班牙的 都是军事基地首先染疫 这就是通过美国陆军的 血液配送机制 来把病毒通过冷链 传到了这些国家 还有一点的话 不得不说 就是2019年 在武汉的军人运动会 美军参加了 美军参加之后的话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三思这个问题啊 另外一方面的话 我们要明白 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非常多 包括在海外的军事基地 也非常多 尤其是在中国以及俄罗斯周边 有很多的病毒实验室 你们想干什么呀 这恰恰表明的话 美国应该在 德克里克堡军事基地问题上 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 让世卫组织去核查 来自证清白 如果不能自证清白的话 说明有鬼 心里有鬼 自然就不敢让外人去看一看 所以这样一个真相 如果美国在很多问题上 不愿意坦白的话 那么对国际社会是高度的不负责的